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热点话题 在国内现在是正在被热议 非常火 什么呢 很多80后小伙伴陪伴我们成长的动作画片 叫奥特曼 狄加奥特曼 是吧 被全网封禁 全网下架 理由不详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说中国已经封闭到了连个奥特曼 都容不下地步了吗 咱们来详细的聊一聊这个话题 好 那么在说奥特曼之前 咱们还是三连两语给一些网友带一下 因为有一些上年纪的 或者久居海外不看动漫的人 不知道奥特曼是什么 来 我们看图片 奥特曼就是这个 大概意思就是一个人拿个汤勺 还是拿个什么一摁就能变身 变成奥特曼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奥特曼 具体细节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总的来说就是地球上有怪兽来袭击或怎么样 奥特曼就能变成巨大的超人 跟人们在楼里边互相打 你看他在背景里边经常打的是翻天覆地的 实际上奥特曼是什么 就看起来是两个巨大的怪兽和超人在城市里边打 打的楼也塌了街也垮了 实际上就是两个真人在一群模型里边打 但是我们小时候看的视觉冲击特别强 奥特曼那个手势是吧 啾啾啾啾啾啾啾 能放激光 那怪兽的各种招什么 其实都是人穿着衣服在里边演 就这么回事 这个背景知识介绍完毕 咱们下面来说这干货 首先我要说奥特曼被禁封现在在国内最主流的 就是我获取的消息渠道里边最主流的原因 是因为有些家长投诉 投诉原因是什么呢 说这奥特曼太暴力了 我们孩子看完以后学坏了 所以这么多暴力阴暗东西 我们一定一定要禁止 所以要鼓励举报 让奥特曼被封禁被下架 那说实在的 作为一档动画片 你如果说奥特曼里边有打斗的情节 说暴力勉强能够擦上那么一捏捏的边 可你如果说奥特曼阴暗 那我只能说你那个俩眼长在后面去了 你不是正常的眼睛 为什么呢 奥特曼他有他自己成长的背景和作品 他成长的背景和社会的底蕴 奥特曼我们知道是日本动漫 在日本有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说成年人生活太疲惫了 我们知道日本社会的压力很大 生活压力很大 节奏也很快 所以很多成年人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就有阴暗的部分 他每天是在感觉被社会的压力推着走 所以他很疲惫 那么奥特曼这个有一个著名的台词叫你相信光吗 就是奥特曼里边的一个台词 一个台词就是最后全世界的人都相信奥特曼 帮助奥特曼 奥特曼变成了光打败了怪兽拯救世界 那么当然故事是扯淡了 但实际上这个寓意包括你看每一个奥特曼 它的变身啊怎么样 它的寓意是你要有勇气 你要有信念 你要有希望 你要勇敢去面对你生命中的怪兽 这是一个 一个就是说咱们说实在吧 一个日本动漫里边所能蕴含的 我认为是比较深刻的含义 就是说日本动漫 如果我们长期看动漫 你会发现 日本的动漫有很多是有很深的 作者倾注了很深的感情在里边的 这点我不是在抨击中国动漫 但是说实在的 对于一个到了2000年以后 到了他们21世纪 还在画大闹天宫 还在画西游记的漫画国家来说 我认为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当然最近听说出了个玲珑还不错 我有机会我会去看 那是题外话 就说奥特曼它蕴含的精神 是勇气 是面对 是担当 是责任 是爱 是包容 是守护 所以你看奥特曼它的设定 那它是有一个灯 是不是 每次变身 然后转到五分钟 还是多少 然后这个灯变红了 就闪红灯了 再打不赢了 它就不行了 跟人的勇气等等信念是挂钩的 你看一个人 他勇敢的去反抗的时候 其实他有时凭一时之勇 解决不了问题 他就又怂了 所以奥特曼作者并没有把奥特曼塑造成 一个无敌的超人 像北美特别喜欢这种超人 会飞 刀枪不弱 眼睛放激光 他没有把人塑造成这个样子 奥特曼更 虽然他巨大化 但是他实际上比美国的漫威的这些英雄们 更加的贴近平民 所以日本人相信 就是说日本至少 他曾经有一代人相信 每一个人都是奥特曼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 有希望 有信念去面对那些邪恶 去守护你所爱的和你身边的人 所以你说奥特曼阴暗吗 那我只能说你的眼睛长在屁股后面去了 就是这个话 没有别的什么可说的 所以你知道我中国有些家长 说实在的我也特别的恶心 抱歉 如果有人躺乡了 很抱歉 我今天先提前跟那些可能会躺枪的人道个歉 有些话你们可能不爱听 郭德纲老师说过一段话 我觉得用的这特别贴切 因为很多年当年抨击郭德纲 抨击德云社 说我们孩子听个德云社相声 我们都学坏了 郭德纲说 原话我跟你学 原话这么说的 你看电视里边 这个拿击棍枪 嘟嘟嘟嘟嘟嘟嘟 吐死一万多人 你知道是假的 你看这俩人搂着睡觉 你知道是假的 怎么这边我说我是他爸爸就变成真的了呢 底下哄成大笑 然后郭德纲继续说 说有的人总是说 说我来听了德云社的相声 我们孩子就学坏了 别扯淡了 你孩子本身就是那个玩意儿 那个话我今天原复不动地从郭德纲老师那儿借过来 应对给今天投诉说 奥特曼让自己孩子学坏的这些家长们 你们和你们的孩子本身就是那个玩意儿 中国有句现代诗非常有名 叫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好像这么说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个诗写得非常好 有的人没说吗 你是苍蝇 你是蛆 你就只能寻着味儿去厕所 那里才是你的归宿 因为你的眼睛只能看到这些东西 你说奥特曼这么一个说实在的 不涉及政治 不抨击政府 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人家就打打小怪兽 好家伙 这也惹着你们了 说明你的眼睛里只有暴力和阴暗 不是人奥特曼阴暗 是你阴暗 你比如说还著名的日本漫画叫海贼王 是不是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看 我现在也喜欢看 海贼王 里边一看画面 海贼王看过我朋友都知道 里边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友情战斗信念不屈服 跟命运斗争 这是人家主旋律 可是有些人看海贼王画的就比较暴露 说海贼王色情 哇啦嘎去 所以就还是那句话 眼睛长在后面 然后只闻着味儿去厕所 这些人就不配看这些漫画 你明白吗 他们生活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 这个网络上流行一句话 叫什么是幸福 幸福定义 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 奥特曼打小怪兽 还不能打大怪兽 打大怪兽打不过也闪红灯 这当时一句网络用语 现在都已经 用现代话说 就是已经 奥特已经过时了 但是这个深刻的意义 我今天还记得 幸福是什么 幸福不是你非得要 把别人踩在脚下 那才叫幸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 同样 每个人也都可以是自己的奥特曼 我已经几十年没有看过奥特曼 这个词 已经停留在我的记忆的 遗忘边缘 但是今天感谢中国政府 这一纸封禁 让我回忆起的小时候 看起的很多东西 不胜唏嘘吧 不胜感慨 中国现在在文化的封禁这条路上 是越走越远 当然咱们话说回来了 中国政府会因为一个妇女的举报 就把这个封了吗 其实不是 这些妇女太高看了自己的影响力了 你们就是一茬韭菜 没有人真正在意你们的孩子 看了奥特曼是学好还是学坏 真正原因是因为奥特曼设外 奥特曼传达这种信念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是应该去守护身边的人 这种信念在国内现在没有时常 咱们坦白讲 咱们很多网友都是墙内的 现在墙内能够正常说话的 或者说正常思考的人 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限制 不让说话 不让就是说表达自己这种人文的 现代的价值观 那么中国现在有一批人是特别崇拜古代的价值观 那么中国古代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只有一个字 贵 就是贵着的贵 下贵的贵 中国人永远是什么呢 见面 先看看 你是贝勒 还是你是阿哥 你是什么官贤 然后扎给您磕一个 你明白我意思吗 中国人只存 就中国古代只存在两种社会 尤其是清朝 再往前可能还好一点 只要主要是清朝 中国人只存在一种社会关系 就是要么我给您跪下 要么孙子你给我跪着 中国主要是两种 所以双方见面我会问 您好啊 是吧 你家里干嘛的呀 每月挣多少钱呀 孩子结婚都没有啊 判断完了以后 好 是我给你跪着 还是你给我跪着 如果在一个国家只有贵族 下跪的跪 只有跪着才能跟别人谈话的话 这个国家的希望是渺茫的 咱们坦白讲 一个国家要想复兴 要想发扬光大 要想成为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首先它的国民要站着 这样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就是说站着的民族 站着的国民 组成了站着的城市 站着的城市 组成了站着的国家 这样这个国家 在世界上才能站起来 它的文化 在科研 它的这个社会 它的各种产量 才能够从这个底层 逐渐汇聚到上层 而如果说中国未来 就只是说 真的是言论滚过到这个地步 就是让这个所有人 不要再接触境外的东西 所有人都是研习以前的这套 给你跪着 或者给我跪着的 这套思路的话 那很抱歉 我看不到中国成功 或者看不到中国复兴的未来 这是我觉得 我今天说的实在是大实话 所以说在节目最后 我也想对生活在国内的 这些网友们 简单说两句 就是说 人的一生 相对来说还是蛮长的 长的活一百多岁 短的也活个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 相比于人生来说 运动的时间 还是比较短的 你比如中国最常运动 目前我们知道就是文革 不过十年 十年 弹指一挥间 你看看当年曾经在文革中 叱咤风云那些人 他们今天下场又如何 你可以看到在公园里边 有一些老都不能再老的人 在这唱红歌 歌颂毛主席 他们可能就是在回忆 有些人他们坏 他们坏不坏 我不认识他们 我不知道 但是他们这种行为模式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的话 实际上是对于自己年轻的 那段岁月的一个缅怀 他们熟悉那段过程 熟悉那个生活 那段惨痛的经历 在他们的灵魂深处 留下了不可磨面的印记 所以他们老了之后 他们会不止一次的 只要是生活不如意 就会回念那段时间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如意 他们在那段岁月里面 伤害了别人 造了孽 所以他们后面生活不如意 人生就是如此 乌云有时候会来 暴风雨有时候会来 它会遮住天空 它会遮住太阳 但是你相信 太阳总会出来 光明也总会到来 所以说中国现在的政治运动 你看那是一波接着一波 是吧 又风游戏 又阵量不大了 这还只是钱财 大的运动还没有来 我相信大的运动在后面 但是我想说 现在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美国也有美国运动 英国也有英国运动 法国也有法国运动 各国人 现在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如果你让黑暗 把你自己压垮 你的生活就是将一片黑暗 什么都没有希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倒不如 咱们我不是说忽悠大家去想见奥特曼 我没那么幼稚 我只是说 我们每个人内心希望能够存着一个光明的种子 你要知道黑暗总会过去 光明终将到来 你就想运动过后 你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 你跟别人接触的时候 你还能总想去打别人小报告吗 你跟别人买卖的时候 你总想去坑对方吗 生活不会总是如此的 在极端的环境 政治环境下 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之后 人和人之间 还是希望过着什么 有爱的 有诚信的 相信对方的 这样的一种生活 我给大家举一个 我生活中的小例子 前段时间 我给我们家孩子买了一个玩具 这是一说去年的事了 买了一个玩具 买回来以后我一直没拆 结果到前上个月 我也拆开了 拆开以后发现 这个玩具几十块钱 美金几十块钱不贵 但是坏的 它那个安装电池又不能动 那我就说算了吧 那买了这么久了 你想去退货 是吧 你当天坏了去退 还来得及 这这么久了 肯定没法退了 我媳妇说 说你没事 你去试试看 我听说美国这边 都是比较相信别人 咱们也是实打实的 不是坑人的 咱一直没拆封了 对吧 我说那行 我试试去吧 我去了之后 很简单 跟人说说 我这个买的 你查这个单号 是吧 小片我也丢了 反正我买了之后 我没拆 但我拆开以后 发现是坏的 我看能不能退 人来了以后 人一看一扫码 他说怎么情况 行 你放点吧 我给你退 没有要任何什么证明 介绍什么介绍信 证明你妈是你妈 证明是从我们这买的 证明是你 本身就是坏的 没有那么多证明 就是OK 我相信你 就放在这 所以当然美国有很多美国的问题 我不是说 因为我一说美国好吧 有些人喷我 但是坦白讲 如果你在美国生活过 咱们很多观众朋友是美国的 是加拿大的 你应该明白这种生活的经历 经验及经历 还是喜欢在这种被别人相信 同时也不会去坑别人 就在这种环境下生活 还是舒服 当然话题有点扯远了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奥特曼可以进 但是奥特曼的精神 进不掉 这种东西 奥特曼是从日诗日本作家 日本创作者 从人的精神中 运营出来的一个虚拟的形象 它的根源在人的内心当中 所以奥特曼禁得住 而奥特曼的精神进不住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你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点开放过小铃铛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